3月21日,韩国偷拍门艺人郑俊英现身法院接受逮捕必要性审查。 郑俊英称,承认所有罪行会服从法院判决,审查持续两个多小时。 郑俊英在审查后,双手捆绑并且转移至拘留所积压。 在接受审查前,郑俊英曾在现场再次向受害者和国民道歉,并承认所有嫌疑。 真的很对不起,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,我将谦虚地服从,虚心地接受法院的判决,我会对自己犯下的错事反省一辈子。 非凡娱乐时时报道。